俄身陷内战漩涡,中共攻台恐怖后尘 建航出事了,银行卡被大量冻结,九三们被激怒 普京敲打习近平,中共引火烧身 逃亡潮加经济崩溃,中共担忧政权倒台 不愿当中国城,德国亲中城市大喊错了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我是美玲 近日,由俄罗斯义勇军、俄罗斯自由军团、国民共和国军组成的反抗军团 正在对普京政府发起挑战 目前已经攻入俄罗斯境内的比尔哥罗德地区 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表示 俄罗斯人不满独裁政权,纷纷结根而起 目前战局的变化是中共的前车之鉴 如果中共贸然攻打台湾,打得顺利还好说 如果败仗连连,劳民伤财,那中国老百姓估计也会大反抗 石板明夫表示,他的同事桑村彭在基辅采访了义勇军的组织者 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波洛马辽夫 波洛马辽夫表示,他们的队伍共有4000人左右 这些士兵大部分是曾经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 他们反对俄罗斯轰炸民宅、屠杀平民等各种战争犯罪 石板明夫表示,俄反抗军的出现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 石板明夫猜测,反抗军背后的支持者应该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 因为美国知道,一旦乌军攻打俄罗斯的话,就变成了侵略者 势必引起俄国民众的反弹 一旦俄罗斯举国抵抗,战争就更难结束 但是,如果转变为俄罗斯的内战,就好办了 面对独裁者普京和勇敢的反抗军,俄罗斯人也可以做个选择 石板明夫表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加上反政府军势力不断扩大 普京的政权就真的可能被推翻,这对中共来说是前车之箭 如果贸然攻打台湾,战局进展不顺利的话,被当作韭菜 任意宰割的十几亿老百姓,想参加义勇军的一定不在少数 此外,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里诺日前也对外表示 希望习近平能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三思而行 他说,首先并不存在所谓的速战速决,如果决定要打这场战争 那将以鲜血和财富的形式对他的人民造成极大的毁灭性打击 阿奎里诺还表示,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授予他两项任务 第一,防止中共入侵台湾冲突的发生 第二,如果第一项任务失败,那战斗就会正式开始,美国将起得胜利 近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出事了 据悉,云南建设银行和各大高校、事业单位合作发放的工作卡 在几天之内全被冻结 据悉,有的人薪资出问题,有的人犯卡出问题 有的学校多达八成的学生金融卡都被冻结 事件爆发以后,大批民众涌入银行,要求办理解冻业务 然而有民众表示,他的金融卡出现解冻后再次被冻结的情况 人们纷纷指责银行随意冻结用户的金融卡是流氓行为 当局则以调查诈骗作为断卡的理由 但是,中国网友不买账,认为中共政府是因为一带一路 台海军演等原因导致财政不足,所以需要挪用韭菜的血汗钱 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房企金融机构都在缺钱 银行资金流不足,金融监管机构不可能坐视不管 因此锁定存户的大量存款 这也让人联想到去年发生在河南村镇银行的霸雷事件 大量存户至今仍是申诉无门 现在不少人也开始对建行产生疑虑 更有民众直言,建行就是信誉差,几年前就开始烂了 由云南民众爆料,国有银行规模大,贪腐更严重 四大国有银行没一个值得信赖的 钱存进去就被挪用,被偷了 百姓想打官司也赢不了 因为这些银行归属中共当局,他们不会把钱给百姓的 知情人还说,目前不知道建设银行的真实状况 内部人员只要爆料就会被抓 据悉,投资公司洛克菲勒国际主席鲁希尔·夏尔玛 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出警告 中国经济已经烂透,所谓的开放后经济反弹是假象 即将离任的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告诉彭博社 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前景平淡将面临一个平静中国 伍德克认为,与过去的经济低迷情况相比 这一次中共政府在财政、金融、货币方面的回旋余地要小得多 路透社5月24日发布独家报道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 西普游客设计2017年在中国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时向中方提供了机密材料 西普游客被指控判国罪 外界质疑难道是中共挖额后院不慎导致引火烧身? 中俄之间恐怕已经出现嫌隙 然而令人觉得诡异的是 近期在战场上,俄军有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被乌克兰拦截以后 俄方随即宣布,有3名高超音速导弹领域的专家涉嫌叛国罪 原因是他们涉嫌向某个大学提供了导弹的机密情报 其中一人就是西普游客 对此,士兵人士唐靖远质疑道 俄罗斯专家泄密匕首导弹的对象是中共 为什么俄罗斯在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匕首导弹之后 将细密案公布出来呢? 那最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 俄方高度怀疑美国从中共手里获得了匕首的情报 当然,这种泄漏可能是某种利益交换造成的 也可能是保密技术不到位造成的 但是令人不能理解的是 与中俄之间堪称无上限的友好关系 即便普京发现习近平的挖坑动作 也应该是私下打招呼解决问题 而且此前习近平访额、李尚服访额都有机会说这个事儿 可普京偏偏要把案子公开 这就很奇怪了 确实太不给习近平面子了 唐靖远认为 这代表普京一直以来就不信任习近平 抛出此案子也是想有意敲打中共 欧战争走到现在这一步 俄罗斯非常需要中共全面的经济支持 在这种背景之下 为的就是防止政权崩溃 据悉 中国人大逃亡的同时 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也纷纷逃离中国 上海就是个典型 在疫情封城以后 约有25%的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而在中共政府登记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数量也下降了20% 有美国人告诉法新社记者 上海的气氛变了 中国人相信新冠病毒来自美国 在公共场合大家都躲着它 所以它选择离开了上海 也有分析指出 中国新修订版的反间谍法开始实行以后 更让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忐忑不安 因为此法案将任何当局认为涉嫌国家安全的事项都设为违法 同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禁禁令的权利 外国人的权利恐怕得不到英勇的保障 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开始崩溃 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包括 刚需断裂 百业凋零 就业困难和社会极端内卷 有分析指出 在2035年之前 中国的社保就会耗尽 从西零后开始的群体非公务员者将不会有退休金 这样的前进令民众倍感不安 有分析指出 这一轮的经济崩溃是人口坍塌引发的恶性经济崩溃 在中共治下已经是无药可救 中共也不会浪费精力去解救经济危机 它只会加强社会控制 以防政权崩溃 据悉 位于蓝银河的鲁尔河交汇处的德国城市 杜伊斯堡在钢铁业没落以后 为了翻身 甘愿扮演中共一带一路 进入欧洲的门户 并被称为德国的中国城 但杜伊斯堡现在悔不当初 承认犯了错误 只想要尽早切断和中共的关系 据悉 因为杜伊斯堡不满北京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座港口城市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冻结 杜伊斯堡一名发言人向德国商务日报证实 由于当前俄罗斯与中共的关系暂时终止与华为的合作 据悉 杜伊斯堡与华为的合作 从去年10月到期以后就没有续约 发言人还说 过去几年双方的合作并没有铲除什么具体计划 而且在疫情期间 交流几乎是中断的 另外 中国变得更专制和封闭 也刺激欧洲重新评估对中关系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 建议中国政治体制在过去几年发生巨大改变 德国正拟定新的中国战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杜伊斯堡不仅砍断了与华为的合作 也已经停止了兰因河畔中国商业中心的建设 而且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 本来拥有杜伊斯堡港口码头的30%的股份 去年10月退出 杜伊斯堡港口行政总裁马库斯班根暗示 中远集团是被要求离开的 由于去中态度坚定 之前将杜伊斯堡吹捧为德国中国城的当地官员表示 不想再使用这个标语了 杜伊斯堡的中国事务专员马托伊伯说 形势变了 舆论变了 政治观点也变了 还有当地官员称 杜伊斯堡市在过去几年没有那么多好消息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过于强调正面的事情 有分析指出 杜伊斯堡与中国经贸往来的优势被夸大了 其实中共并没有兑现承诺 大部分抵达该市港口的火车返回中国时都是空箱 今早和中共切割 对于杜伊斯堡来说是有好处的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